朋友们好,我们聊那么三五分钟吧 首先聊什么呢?就是聊聊基辅今天又受到了俄罗斯导弹的袭击 好像从八个方向射了一个导弹 当然主要是从黑海的方向了吧 有一颗导弹还差点飞到罗马尼亚去,罗马尼亚政府就提出了抗议 这些导弹几乎全部被乌克兰地防空的力量给击落了 有些路网之余呢,也没有射到他想射的地方去,就是造成的损失是比较低的 你也不能说一点损失都没有,即使他落到地上没有爆炸 那乌克兰人还得花费资源去把他排爆 还得找到他,还得把他轻轻地拿出来,到一个地方再引爆 引爆呢,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损失多少还是有一些 但是呢,这次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炸死人的 或者炸到他们电站啊,或者是居民楼啊,这些消息还没有传来 也许过一段时间,到明天可能这种消息也会传出来 因为,乌克兰毕竟在遭受侵略嘛 就是,乌克兰是受害者嘛,你作为受害者,肯定要承受损失 这个呢,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乌克兰人心里有数 我们这些周围的看客,肯定也都是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意外的 昨天晚上给朋友们上传了一段小视频,就是俄罗斯他真兵的一段视频 就是把那些动员来的士兵啊,就集中到一个大院子里头 然后训话给他们一种什么文件来的 好像他们说那是买粮食吗?还是买肉吗?还是买衣服啊? 就一种购物券嘛,相当于以前咱们记忆当中的那个粮票啊,布票啊,肉票啊,跟那个有点像 然后呢,就是让他们跟亲人告别 然后坐上那个大巴,就准备送到乌克兰去当炮灰去 然后,可惜呢,那个视频可能遭人举报,给下架了 下架之后,今天早上我又加了一小段 这个其他的内容,把它又重新发,人家就审核通过 现在那段视频呢,还在这个网上 那段视频比较有意思的是,前面一小段居然有我上一期视频结尾的那一点点声音 可能是我把那个视频打开了 然后呢,同时我把我的显示器,就是我把我的音箱关掉了 关掉之后呢,我不知道我的声音还同时在录屏的时候也被录了进去 不过也挺应景的,也挺好的,无所谓了吧 今天呢,重点我们就来聊一聊俄罗斯的这个动员吧 俄罗斯不是已经动员了好几轮了吗? 现在好像又要动员,他们好像计划总共要动员两三百万 他们的军人 他有没有两三百万军人需要的那些衣服啊 装备啊,什么车辆啊,武器弹药啊 这个是他们的事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些老百姓们 可能又该纠结了 你看前面几轮动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大量的逃离嘛,现在能逃的可能都逃了 留下的可能都是逃不掉 或者是不想逃的了 应对就是俄罗斯政府的这些动员 俄罗斯普通老百姓 他们一般有这么几种应对方式嘛 第一个,那就是激烈反对 抗议,示威,游行,这个呢 结局就是被抓进监狱里头去 然后呢,强制的 还要让他们上前线去服役 这里头甚至有一个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他呢,就是发表言论 说是反对真兵,反对对乌克兰 动我等等的 然后呢,就被人给抓起来 同时呢,又送到前线去了 现在那个人生死不知啊 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跑 现在已经跑到 就是俄罗斯的邻国,什么哈萨克呀 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呀 格鲁吉亚呀,都相当相当的多 跑到那个欧洲什么芬兰呀 什么捷克呀 跑到什么法国,德国的也挺多 跑到土耳其,迪拜的 甚至东南亚,菲律宾的 也是相当相当多,这是跑的一轮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当然 也没有,也不能跑,也不能反对 但是呢,也不赞成战争,也不想家人去死 但是呢,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逆来顺受,这呢,是大多数 所以呢,在那期视频里头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人 除了前面讲的这几类人意外 还有一种比较非常非常小众的人 就是以死名制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 有一个人,有一个就是俄罗斯比较有名的 说唱歌手,就是嘻哈的 就像周杰隆那样唱的 那么一个人,是在俄罗斯 相当相当出名,相当于俄罗斯的周杰隆了 他的名字叫做 伊万·维塔利耶维奇·比图宁 比图宁 这个小笔啊 他唱的多好 当然,我呢,对音乐不太了解 我也是离开翻译行业,离开俄语文化圈 相当相当长时间了 因为我来加拿大都快二十年了嘛 所以呢,对他了解不是特别多 原来在我印象当中的那些歌手 还是阿拉伯加乔瓦,Larisa Dolin啊等等 他们那一批人,现在这些我就不了解 就是我前面给朋友们聊过 这个阿拉伯加乔瓦 他呢,就是坚决反战,坚决反普京 反对俄罗斯通病克里米亚 而今天给朋友们聊的 伊万·维塔利耶维奇·比图宁 这个小伙子 他就是跟他的前辈 阿拉伯加乔瓦一样 但是阿拉伯加乔瓦 他呢,就是选择 他因为比较老了嘛 六七十岁的人了 也不可能把他给抓进监狱 或者是把他给抓去,让服役去 但是呢,伊万·比图宁 他收到了征兵办公室的动员的命令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段视频 他的这个视频里头 我那个视频,我本来也想分享 但是,他说的时间比较长 我要一句一句翻译的话 我的工作量比较大 我就在这给朋友们聊一聊就行了 他说,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 这是首先他表明了心迹 他说我们普通人 面对这场战争 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动员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 你逃了第一批,逃不了第二批 逃了前两批,逃不了第三批 总有一天,这个真兵 那些警察会把你抓起来 抓壮丁,抓到上前线去 他就说是,这个 他对前途比较悲观 他说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来说就是有这么几个选择 或者呢,就是听政府的,然后拿上枪 去杀乌克兰人,这是第一批选择 第二批选择呢,就是对抗政府 我就不去,然后被政府抓进监狱里头 然后你坐牢,失去自由 第三种呢,就是自残 就是自己了结自己 他说他呢,就选择第三种 然后,他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 这个人就自杀了,就死了 这也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 英雄啊,是个大悲剧 我在说这个时候呢,心情也是相当的沉重 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俄罗斯人其实也都是相当相当可怜的 好,今天就先聊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